发型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有时候换了发型就像换了一个人,尤其在超级注意行象的娱乐圈,有这么次大明星,就已几十年如抑郁,的发型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当他们换了发型的时候,三个简直大便活人年轻了二十岁,另一个却被网友绝呼,还是别换了,一,严承煦除了和志玲姐姐的复合传闻,严承煦身上最亮眼的标签,就是流星花园里走出来的霸道高富帅到名寺了,严承煦因为这个角色曾经红遍了全亚洲,而自那之后,他就一直留着剧中那款三七分, 头发还全却外翻了中长发,被称为几十年如音乐的发型男神,终于在2018年春晚上,和黄小明、钟汉良两大帅哥同台献唱,的严承煦换了新发型,被网友惊呼,这分明是换了一张脸,只见严承煦将之前的披肩斜刘海换成了一头绿落短发,和立体英俊的五官相衬, 显得很时尚超吸睛,一下子感觉年轻了二十岁,爱鲁玉作为央视主持人的鲁玉,一直以一头之心定时几年如一日的抖抖头,在大家印象中根深蒂固,抖抖头虽然经典,但是鲁玉本身头大脸包,笔直垂顺的头发总感觉贴在头皮上,将脸形短板暴露无遗, 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大头娃娃,后来不知道怎么想通了,她居然痛下决心,换掉了之前老气的发型,换来的叫好生的是挺不住了,独裕将头发烫成蓬松俏皮的空气感微卷,还剪了碎起刘海,整个人一下子就变得阳气轻盈起来,而且新发型十分减零,已经四十多岁的她活脱脱一个少女。 三,李勇作为曾经的央视一个,从幸运五十二和非常六加一中走出来的李勇,一直留着二十年如一日的发型,个性张扬的长发,还是波浪卷发,配在李勇相貌平平的马脸上,莫名有一种苍苍大树的感觉,可是尽量年亮相的她,以新发型十分后,立刻引来一片掌声,现在的她剪了清爽利落的短发,侧边还剃出两桥鞋, 简直潮爆帅诈,诈一看年轻而十岁,没想到马脸大叔也可以这么帅,真是一个被发型耽误了的大帅哥。 四,温毕霞老牌美女明星温毕霞,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,出道之后的她就以美颜性感,在观众心目中,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,最经典的就要数TVB版风神棒里面的苏打几,那可真是要要性感到骨子里。 天生的狐媚气息连范彬彬都逊色的翻分,出道以后,温毕霞不光留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发型,连成衣风格几乎也没怎么变过。 她总是留着中风的长发,头发是性感的大波浪散落两侧,着装也总是喜欢抹胸或吊带的漏剑公主群。 身材依旧如从少女一般苗条,怎么看都像美貌定格在当年的美少女。 大家一直很纳闷,为什么温毕霞常年不坏发型,不过当她不经意撩起头发的时候,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。 大家可以发现露出脸颊的温毕霞,脸型变得很棒很大,有点出乎意料的难看,还是原来的中温常发现脸型小,网友纷纷调侃, 还是把头发放下来吧。